2002年30万元可以买到的房子 2020年要300万它可以 货币贬值时最好的资产到底是什么 这里是知识DNT 纸币本身的价值很小 它由国家信用保证流通 是一种象征符号 所代表的价值远远超过它本身的价值 比如几张纸和一只羊 论价值来讲肯定是羊更贵 但我们用三四张人民币 就可以买到一只小羊羔 这是因为买方和卖方 都明确人民币代表的价值 这种价值由国家公信力保证 以政治经济发展为依靠 在经济稳健时 绝大多数人信服这种公信力 不过一旦发生动荡 比如政权斗争 经济崩溃 用来支撑政府信用的底座坍塌 人民就会开始怀疑纸币的可靠性 它交换媒介的功能也就丧失了 可能昨天还持有的百万现金 今天就变成一堆废纸了 回顾历史 20世纪初的德国 通货膨胀就是生动的例子 当时德国政府 为缓解巨额的赔款压力 开始无节制的印发纸币 换取物资和外汇 纸币迅速贬值 物价飞涨 1922年初 一美元可以换320马克 年末 一美元可以换7400马克 到了1923年 一美元可以换421005亿马克 那时德国人人都是亿万富翁 不过物价也齐高 一块面包售价200亿马克 普通工人一周的工资 可能都换不来一杯咖啡 纸币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人们拿马克币胡强 生活做风筝 很多商店不再接受现金付款 他们宁愿你用土豆付款 也不愿意接受马克 并且那时纸币完全丧失了便携的优点 由于物价高昂 人们要用推车装着大落钱币 去买日用品 在通货膨胀前辛苦大半辈子攒下来的钱 还不够买一卷卫生纸 那么如何规避这种风险呢 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 可能是把手上的钱 换成其他价值更稳定的物品 这是一个好办法 但换成什么好呢 我们可能会想到黄金 黄金天然不是货币 但货币天然是黄金 它们不易变形 不易磨损 不易氧化 不易被腐蚀 符合成为货币的一切条件 它还是最诚实的交换雷剑 远比依赖信用流通的纸币靠谱 并且这种金属 已经以货币的角色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数千年了 无论什么年代 都可以用黄金交换到商品 它永远不会被作废 被烂发 但这仅仅能说明它的持久性 在政权更替的大乱斗年代 它是明智的避嫌选择 但在现在这种相对和平的年代呢 黄金还适合长期储藏吗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对政客不易 追涨杀跌这些信息不灵敏 但看一看世界各国的黄金储备 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截止到2020年7月 美国黄金储备8133吨 德国3364吨 意大利2451吨 俄罗斯2300吨 假设普通人持1000克黄金 现在金价下跌 每100克跌一块钱 总体只亏10块钱 但对于持有黄金量巨大的国家金库来说 是上千万的亏损 所以长期来讲 世界各国一定不会让金价暴跌 俗话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在黄金保值方面 这些国家就是那个高个子 不过以上只是小编的推论 接下来让我们用实际数据来说话 来对比一下近些年金价走势 2010年黄金均价是1224.53美元每盎司 持续上涨到2012年1668.57美元每盎司 接下来是三年走低 2015年到达1160.06美元每盎司 然后金价开始缓慢回弹 分别是2016年1250.8美元每盎司 2017年1257.12美元每盎司 2018年1268.49美元每盎司 可以看出金价有起有落 但始终没有超大幅度的跌涨 所以黄金非常适合长期持续定谷 如果你不缺现金流 并且能沉得住气 撑到美元崩盘 金价猛涨 到时高价抛售 再四级抄底就更完美了 好了 本期支持TNT一耗尽 关注我 下期继续分享知识 结束了